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你收回那只脚 孩子才能跟你之间有一个循环 那其实最核心的沟通的方法呢 是叫做真实 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不吼不叫 或者是为了不吼不叫而不吼不叫 而是你跟孩子能合作 不要去为了追求一个看上去很和谐的状态 而去牺牲掉家里每个人去表达和成长的机会 大家好 我是一课talks讲者晴天妈妈 也是三个孩子的咨询师妈妈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 就关于很多爸爸妈妈一听了就心慌气短的一个词 每次一讲到自己家孩子 大家总是觉得忍不住 喉打骂催四件套全上了 对不对 其实作为亲生的妈妈 我还真跟大家讲一讲 我见过超过20万个家庭 最大的感受就是 只要这个孩子是你亲生的 只要是你在带 没有一个爸妈敢说自己家孩子不让自己着急的 如果你的孩子让你觉得想喉打骂催 没毛病 不用被一句一句 只有不吼不叫才能成为好妈妈 这样的话吓到 因为只要是咱们亲生的 有期待有焦虑 就一定会跟孩子之间上演一场又一场的 喉打骂催的战争 那我首先今天跟大家特别要讲一讲 如果大家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 发现特别容易进入这种 喉打骂催四件套 这种四大兵器你都搬了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什么 你的孩子目前究竟是什么状态 为什么我们跟孩子之间 用这四件套的时候不好用 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化解 跟孩子之间出现这种 又打又骂 急得父母心慌气短脖子粗 结果孩子依然很淡定 越着急你 他反而呢 演发出了一整套 跟你斗智斗勇 讲条件撒谎 跟你这边去玩他的三十六计 你觉得真是没办法 对不对 那首先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哈 我知道的还有两种乖孩子 我们今天在收看这场演讲的 爸爸妈妈们 你们可以对应一下 你的孩子是哪一种哈 第一种孩子是什么呀 就是特别的安静 特别的懂事 你给他一个眼神 立马知道你想干什么 非常的老实 这种孩子啊 我们叫做恐惧型乖孩子 啥意思 他因为怕打骂 怕批评 怕惩罚 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 在你面前呢 只能认怂 觉得我爸妈太厉害了 惹不过惹不过赶紧乖 这种孩子可能小的时候 你感觉挺懂事的 挺有眼力劲的是吧 但是等到孩子大的时候 因为他真实的情绪和需求 被压下来了 所以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叫做讨好性人和 取悦 甚至呢有一天啊 当他真的在学校 甚至在工作岗位里面 甚至在亲密关系里面 遇到另外一个人比他有权威 比他力量强的时候 他也特别容易陷入一个陷阱 叫做讨好性亲密关系 假性亲密关系 甚至说啊 变成施虐型 受虐型的人格 这句话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 大家想一想 不听话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呀 人类之所以会进步 有时候就是因为 我们的下一代 不听上一代的话 大家想一想啊 牛顿在大树底下 掉下一颗苹果砸着脑袋 如果他奶奶跟他讲 牛顿崽子啊 你怎么在这里坐着呀 奶奶告诉你说 宰家待着 你在这坐着干什么 他如果真的听他家老人的话了 待在家里 这颗苹果掉下来 能砸出他脑洞里面 那么多万有引力的科学思维吗 你再想想 瓦特小宝宝 在家里厨房门份上扒着 开始看着蒸锅 扑通扑通扑通 锅盖往上顶 如果他姥姥把他抱走 哎呦 我的个乖哟 谁让你来的呀 你看这多危险 你就在客厅待着吧 如果瓦特听了他姥姥的话 你觉得这个时候 他有可能去发明 让我们工业革命 如此天翻地覆的蒸汽机吗 有时候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种不听话 确实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那刚刚我说了第一种乖孩子 第二种乖孩子 是一种我们认为 更健康的乖孩子 你可以想想 他不是因为怕爸妈 恰恰相反 这种孩子表面上看 也挺懂事 也很合作 性格也很好 但是他真的会跟父母去沟通 他觉得不爽 他觉得不开心 他觉得老师不对劲 他觉得教科书错了 他都会跟父母去聊 所以你会发现 合作型的乖孩子 往往是三好孩子 啥叫好孩子 好说话 好商量 好合作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孩子反而更自我 所以他的乖 不是因为讨好取悦 胳膊捏不过大腿的乖 是因为他没有必要 跟父母去争夺 如果我没必要跟你斗争 我就能获得我的权利 我为什么要跟你打呀 所以我想提醒父母 如果我们忍不住 跟孩子之间 发生这种博弈 或者是撕扯 拔河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力的作用它是相互的 你要去问问自己 你的孩子是恐惧型的乖孩子 还是合作型的乖孩子 你是在跟孩子制造恐惧 还是在培养合作 就比如说 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走到一个直播间 我跟大家说 三二一上链接 你瞬间好害怕 我赶紧抢抢不着怎么办 你会发现 我们越容易被三二一捆绑 往往是因为 我们自己也经常 被这样的一种约束 所约束到 所以也提醒父母 没有必要总让孩子 活在这种恐惧中 如果你们之间的 吼打骂催 还建立在 一方对一方的要求之上 那这个时候 你们往往陷入的恶性循环 是更持久的 那我们接下来 跟大家说第二点 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 我说打骂催吼 有时候看上去 立竿见影 但是长期 为啥它不是一个 好玩的事 我跟大家讲一讲 短期之内 尤其是父母 一开始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第一次吼打骂催 你会发现 特别管事 立竿见影 为什么 大家知道 巴普罗夫的狗吧 我摇铃铛给你神 然后你一听铃铛声 赶紧过来 啊我开饭了 但是你会发现 一旦你跟孩子进入 我妈下一秒钟 就抵达战场 要揍我了 它会跟你之间 变成一种条件反射式恐惧 它会陷入一种 我们心理学上叫做 反射性的防御状态 反射性的防御状态 就是三种嘛 战斗逃跑僵住 战跑僵模式 其实你也可以观察一下 在你跟孩子之间 发生冲突的时候 甚至大家想想 你的老板 在跟你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会陷入这种方式呢 战斗模式就是 我觉得你说不对 我要跟你打一场 跑就是惹不起我走 僵就是 哎呦吓死老子了 不知道怎么办 我赶紧僵住 对吧 包包要僵住 这个时候 如果你跟孩子之间 进入了这种状态 你会发现 一开始真的好用啊 对吧 你只要你拿起了 你的戒齿 只要你拿起了 你的武器 瞬间孩子老是 那其实很有意思啊 在去年双十二的时候呢 我们还专门在 各大网站 做了一个搜索 做了一个数据的对比 发现啊 你猜 在家庭里面 卖的最好的 是什么产品 叫戒齿 而且很有意思啊 50万 90后的爸爸妈妈 在某榜上 搜索了戒齿 这个东西 而且是下单了戒齿 大家想不想到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我们跟孩子之间 还在用老四样啊 猴打骂催 短期内看上去好用的 但是大家知道吗 就像一个杯子一样 我倒满了水 再倒倒得进去吗 对吧 就跟咱们浇 这个花盆里的水一样 这浇满了 它还能再浇吗 水就溢出来了 这个呢 在心理学上 我们叫超限效应 如果说你发现 你同时给孩子 超过两三个指令 孩子听不进去 那我也要提醒大家 可能啊 你的猴打骂催 是无效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提醒父母啊 很多爸爸妈妈可能 我也没有这个恶意啊 就我们可能变成了一种 叫做小时工父母 我们这会儿 跟孩子下指令 下一会儿就希望孩子做到 你想一想 咱们做得到吗 其实做不到 那为什么 它长期对孩子有害啊 其实它的伤害主要来自于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大脑有伤害 大家不知道吧 就越骂你的孩子 真的会越变越蠢 我们当时做过一个研究哈 包括很多的认知 脑科学的实验室 也在做这样的认知 你就发现哈 那些长期被批评 被家暴 被虐待 甚至呢 长期暴露在这种高压环境下的孩子 他不仅更容易畅伤 而且他大脑里面负责记忆 负责专注 负责运动 负责认知的各个局 都是遭受了一种永久性的损伤 第二个部分 它的坏处体现在 它会破坏孩子的情绪和社交的发展 啥意思呢 孩子是一种特别结果导向的生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跟他说一百句好话 最后你骂了他 你猜孩子记住了哪一句 他记住了你骂他的一句 再比如说 父母肯定都经历过 你的孩子在跟你撒泼打滚 然后你一开始跟他说 哎呦宝宝你听啊 你乖啊 妈妈带你去干这个干那个 你别这样了 但是只要你有一次 跟他说 算了 最后一次啊 你听妈讲 这最后一次啊 你猜你的孩子是记住了 最后一次 还是记住了 你从了他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啊 在这种结果导向的 婴儿的 包括宝宝的大脑里啊 他会直接去看结果 一旦他发现 哎我爸跟我妈吵架 我爸全都硬 这个问题解决了 每次我不听我爸 我妈的话 我妈给我一脚 哎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就会发现 果然啊 宇宙的尽头是 喉打骂催哈 所以他就会把这种 消极的社交模式 消极的处理问题的模式 恶性的情绪表达的模式 变成他与人相处的一个部分 给大家讲个特别逗的事啊 我记得在我们家孩子 幼儿园的时候啊 三个娃 经常会在校门口接娃的时候 看到有很多老师 会跟家长聊 有一个家长啊 就是也是孩子们之间打闹 老师说 你看你们家孩子 今天在学校 小A跟小B打架了 小A的爸爸 揪起来 小A给他两脚 说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许在幼儿园打架 大家想想 这一幕是不是很好笑啊 为什么孩子会习得 这些暴力的行为啊 有一部分是因为孩子小啊 语言表达不清楚 另外一部分是 一定是因为他看到了结果 而且发现这个方式很好用啊 所以提醒父母啊 如果我们家里面 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注视啊 那么再接下来说啊 我们除了损大脑损情伤 其实有另外一部分 其实刚刚有提到 就对于孩子的这种 心理创伤影响是很大的 比如说啊 大家会发现 为什么那个挺有钱 女富婆 为什么就被一渣男PUA了呢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 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穷吗 当然不是啊 那他为什么就喜欢这种 反复被折磨的剧本呢 甚至你会发现啊 有一些人 反复的跟一些很渣的人 或者是跟一些很错误的人在一起 是他命惨吗 是因为他遇人不输吗 是因为老天爷月老 把他的红线都打上死结了吗 其实不是啊 往往是因为 在他童年的这种父母 跟他相处的时候 让他养成了一种 我只有去迎合别人 我才能获得别人的喜欢 我只有变得更可爱 我才能得到爱 甚至呢 他会发现 施虐和受虐 就是亲密关系的本真 这一点上啊 特别特别要提醒父母啊 猴大骂催 看上去很有用啊 但是长期 他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 最后一个非常直接 也是很多父母特别关注的 猴大骂催 最无效的一个点在于 他会极大的降低孩子的学习成绩 会让他的成就感降低 在一项研究里面就说啊 说长期被恶性的家庭暴力 或者是家庭沟通模式影响的孩子 甚至长期被父母 在高压情况下养大的孩子 他不仅说 我刚刚说到那三点啊 他的学习成绩和成就的降低 是呈指数级的下降 我给大家讲一个 美国有一个高中陷阱 这也是我在研究的时候 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说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高中 他的这个名 让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臭名昭著的名 这一群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呢 他们不仅生活在贫民窟 而且呢 60%的孩子 父母都有黄赌毒 这样的一个非常恶性的经历 然后这些孩子呢 在很小的时候 他基本上啊 遇到的这种童年的情况就是 没有人管 没有人养 没有人教育 家长会一个班里面 永远连一半的人都坐不满 甚至根本就没有家长出现 那这种时候你会发现啊 这个高中整体的毕业率是很差的 问题学生的概率是很高的 他们的犯罪率是全美最高的 我想说的是什么啊 这种恶性循环 我们想说的是 其实孩子应对问题的模式会遗传 它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和未来 而且亲子关系是一损俱损的 一旦你都觉得受不了了 你觉得你的孩子能受得了吗 就像跳一个双人舞一样 你踩了他的脚 你觉得你舒服吗 所以这点上也是提醒父母啊 猴打骂吹四肩套 我们其实都不想 生孩子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父母 是为了揍他 为了打他 你买个纱带不好吗 但有时候在遇到 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发现怎么我说了一百遍 他还不停啊 怎么放学到家 就得花二十分钟 收书包都说不完 结果一看孩子在那玩橡皮 橡皮在翻跟斗 越想越气 对不对 那为什么孩子不听啊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 更重要的话题 为什么孩子 你说了还不听 这就有意思了 很直接的是不好听 有时候孩子 跟我们之间的对话 你可以翻过来 如果你孩子进门 跟你说 王小美他妈 今年买了一个爱马仕 妈妈 你什么时候换一个新的包 然后你儿子一回家说 妈妈 你今天老板给你发奖金了吗 你这个月的KPI完成了吗 然后孩子再说 我听说王小美他爸 考了个MBA 还是清华的 你要不要也试一试 你会发现啊 在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对话里面 往往我们不仅把天聊死了 而且我们的每一句话 听上去都非常的戳心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沟通陷阱 而且呢 孩子往往啊 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 他根本不这么想 他有自己的想法 但你说别说了 赶紧迟到了 而且有一个更直接的作用是 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亲子账户是余额不足的 啥意思啊 你会发现有些孩子可能跟父母之间 人家也没沟通啊 同样是孩子带出去 人家妈妈一个眼神 人家孩子很快就反应过来 为什么 是因为在孩子从小到大的 整个亲子陪伴的过程 在问题出现之前 冲突出现之前 矛盾出现之前 爸爸妈妈平常往账户里存钱了 你跟孩子之间积极的沟通 积极的互动 你对他的陪伴 你对他的聆听 甚至你跟他之间那些 我们所有认为高光时刻的共同体验 都像是在往这张卡里面存钱 你想想 如果你的跟你的孩子之间有这么个账户 你只有存的多 你到时候跟他提要求说 最快速度做完 做完以后咱们出去玩去 这个时候才能起作用 另外一个不听的原因 是因为你孩子正在做 其他更专心的事 我不知道父母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你孩子在很用心的做一件事情 然后你非得瞪着他 走赶紧到点了 我们要去干什么什么 有时候不是孩子故意不听 是当他沉浸在自己手头的事情的时候 他大脑负责处理其他任务的 这一部分神经通路会被削减 就像是你走在高速上 这个主干道啊 他忙着走车呢 旁边闸道上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大脑关注不过来 第三个原因就像我说的 超限效应里的有一个逻辑叫做太复杂了 我跟大家复原一下 一般父母会跟孩子怎么说话 放学回家进门 你脱衣服洗手 收书包 赶紧洗手 吃饭 然后把今天的作业拿出来 然后一会儿吃完饭 咱们就先做作业 你同时布置了六件事 但我跟大家讲 别说孩子 成年人我们同时间能接受的指令 也不超过三个 所以如果你说了总是不听 就别说了 如果你的猴打骂催四件套没用 你就别用了 人不能重复踏入同一条河流 养孩子 咱也不能停留在老方法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 非常实用的一个部分 你咋说孩子才能听 我相信每个父母 书架上都有不少书 也都买了几百套课 也都看了多少篇 各种各样的文章 其实很简单 根本路径上我们跟孩子 要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 说起来都特别简单 但是方法一到手里就废了 第一步很简单 就是要倾听孩子 为什么 因为你要说好听的话 你要说好说的故事 你要跟孩子之间 在教他之前 你首先得允许 很有意思啊 有一次我儿子 跌跌撞撞的拿这个东西 就朝我跑过来 然后我说你慢点走 我正准备说他 然后他说 妈妈你知道吗 我看刚刚你接送我的时候 都一直没有喝水 然后我想给你递杯水 然后我才知道 他不是没有听我的话 是他对我有其他的建议 或者是想法 就是有时候父母 别太聪明 你也别太能干 你允许他 听他说完 听他讲完 他自己放学后 是不是有其他的安排 第二个部分 就是要积极表达 有时候啊 爸爸妈妈经常说 你去你去你去 甚至呢 放学一回家就问他 你今天怎么样啊 喜欢老师吗 那门课觉得很难啊 一下子就把天聊死了 你换成 我猜想你今天 是不是在学校 有些很有意思的事 或者是哎呀 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要去做 哪些事情 其实沟通特别像跳舞 像我说的双人舞 你只有迈出第一步 或者是你收回那只脚 孩子才能跟你 直接有一个循环 那其实最核心的 沟通的方法呢 是叫做真实 我特别特别 要跟大家强调 这点是什么 有时候我特别害怕 有时候 爸爸妈妈妈会看完那种 什么好妈妈决定孩子的一生 然后情绪稳定的父母 才是孩子的终点 然后一个好妈妈 是家庭的风水 我特别不愿意 让爸爸妈妈们 在这种的情绪上 去裹挟自己 其实真正的 不吼不叫的爸爸妈妈 不是因为 为了不吼而不吼 有时候你憋到内伤的时候 还不如直接跟他讲 妈妈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本来希望你怎么样 但你做了另外一件事 或许我有一些失望 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讲啊 所以怎么样去真实的表达 三部曲第一步是邀请 你简单直接的告诉孩子 你的邀请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把玩具收了 来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把课文复习一下 或者是 我看到你好像今天放学的时候 老师在群里面 发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要求 你看看是先做这件事 还是再做另外一件事 给孩子一个有限的选择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叫做提醒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三个孩子的老母亲 是个真的是时间管理困难户 我们家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便利贴 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要求 比如说一起床 就很简单吧 喝水刷牙洗脸 就这三件事 但是孩子经常不是今天忘了喝水 就是明天忘了刷牙 那怎么办呢 我总不能每天吼他吧 我也很忙 我就发现 一个便利贴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你直接贴在孩子能看到的地方 他直接就去把这件事做了 包括进门的地方 然后呢 换鞋 亲身关柜门 换好鞋 以后去洗手 这个在他只要能看到的地方 我们去提醒就很方便 那提醒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工具 就是小闹钟啊 有时候 尤其是多娃的家庭 你试一试 与其让孩子们打起来 你不如跟他们讲 五分钟 我看谁能把这件事情做完 你会发现孩子们真的很厉害 还有列清单啊 比如说放学之后 先收书包 还是先吃饭 先锁作业 还是先玩 先背课文 还是先写口算题 你给他列个清单 很快搞定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讲到的 真实沟通的第三部曲 就是你要跟孩子 真实的分享 你比如说你累了 比如说今天 我出来营业了 我有很重要的演讲 要跟大家分享 我就会跟孩子讲 很抱歉 今天晚上可能妈妈 没有办法陪你 你可以照顾好老王吗 你可以跟爸爸一起合作 完成今天的事情吗 然后我希望 假如你们到了八点半 闹钟响的时候 可以进入睡眠仪式 可以吗 我可以直接跟他们发邀请 他们也经常会 误闯入我的直播间 然后跟我比个心 然后敲咪咪的出去 所以我觉得重点 不是不吼不叫 或者是为了不吼不叫 而不吼不叫 而是你跟孩子能合作 所以呢 回到这个积极养育的话题 我真的是 有时候会讲父母 有时候在一个家里面 你一定要流动起来 不要去为了追求一个 看上去很和谐的状态 而去牺牲掉家里每个人 去表达和成长的机会 恰恰相反 不高兴了可以说 累了也可以吼 吼完以后还可以道歉 重点是我们跟孩子 永远可以在冲突和合作中成长 这样的话 我们的情感账户 才会满满的 我们才能跟孩子一起 去答他想要的地方 我是一课讲者 晴天妈妈 感谢大家的聆听 完整版新制视频 请这一课TOXAPP观看